三上云蓝宗再爆猛料 原来骨盒才是三上云蓝宗真正的主角啊 这个画面 骨盒就是要一打十三呀 虽然没有斗宗美术沙 但想赢下这个阵容 至少也得是斗宗巅峰实力吧 骨盒藏的真的够深的 云运表示 一定要加油啊 我的新郎 其实骨盒啊 才是三上云蓝宗真正的大boss 不但和云运举办了婚礼 还装的不大逼 你们想 我骨盒可是姓骨的呀 斗气大陆中 远古八族 只要是姓骨的基本都属于古族中人 什么古元古勋尔 都是天之骄子 我骨盒怎么就不能一打十三呢 小小加码帝国 我骨盒一样横着走 慈禧一想啊 确实是有这个可能的 要知道当年耀老也是远古八族中的一员 只不过因为自己在耀族啊 斗地血脉稀薄 后来才被逐出耀族 不过耀老依旧保留着 耀族的斗地血脉 这才在中州摸爬滚打 成为了明镇大陆的耀尊者 这么看 古河如果真的是古族中人 那么大概率啊 和耀老一样 因为血脉稀薄被家族遗弃 但毕竟咱也拥有斗地血脉 所以它还在加码帝国这个小县城 依旧可以混得风生水起 年纪轻轻就成为了六品变药石 以后要是机缘足够 成为七品或者八品 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么一看 难怪云山基本要有牺牲好徒的云命 也要给古河当岳父呀 这是要学习海不东当天使投资员了吗 可能也是魂殿护法案中透露出 古河可能是古族中人 这才让云山如此看重古河 毕竟 古河也是加码帝国第一炼药师 未来有古河给自己炼药 未来突破斗尊指日可待 还有 在预告中啊 放出了紫岩突破斗黄破壳而出的画面 实在是太丑了 甚至比炎帝少岩的大辫子还要丑啊 赶紧灰炉重造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认同我观点的兄弟们 可以给视频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